然后怎么那个女的 拼坛好像刮起了一阵爱豆旋风 而带头粉丝杀手就是王楚清和莎莎 这两位国拼心心凭借精湛球技和出众颜值 硬是把国拼从单纯的竞技领域带到了流量舞台 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顶流 从巴黎奥运会之后 两人不仅常年挂在热搜榜上 还被称为粉丝经济的下一个蓝海 看起来在当下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运动员们正在打破赛场的局限 展示他们在娱乐和社交媒体上的全新魅力 娱乐圈级别的关注 王楚清 莎莎是如何做到的 自巴黎奥运会后 王楚清和莎莎的关注度就飙升到 让人目瞪口呆的地步 先别提他们在赛场上的成绩有多惊人 光是两人对视一下 或者相互模仿一个小动作 都能引发粉丝的尖叫和社交媒体的爆炸 试想一下 之前在乒乓球这种国球项目上 观众更多是看比赛 关注的是成绩 至于运动员的私生活 性格 日常互动 压根没多少人会在意 然而如今 王楚清和莎莎的粉丝 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刷新他们的动态 期待着他们的下一次互动 甚至连他俩的健康状况都成了关注点 为什么 因为粉丝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运动员的竞技表现 他们需要的是情感连接和生活互动 不加修饰的自然美 成为新一代流量密码 说到底 王楚清和莎莎之所以能吊打明星 关键就在他们的自然不做作 看看王楚清的见面会 穿的低调不说 脸上连装都懒得画 这在娱乐圈是几乎不可想象的 明星在聚光灯下 总是被要求完美无缺 而运动员带给观众的是一种更亲和的真性情 王楚清低调的素颜形象不仅没有影响他的魅力 反而让粉丝倍感亲切 这份清流也成了他与娱乐圈明星区隔开来的吸粉利器 王楚清和莎莎无需滤镜 甚至无需任何人设包裹 靠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和真实 这份不演是反而成就了他们的流量担当地位 体育圈的偶像化 粉丝与偶像的情感依附 相比传统体育 今天的运动员越来越多的被赋予偶像的身份 粉丝们的情感投射也愈发浓厚 比如 王楚清的一丝变化就足以引发粉丝的热议 甚至大家连他是不是变瘦了都要仔细分析一番 他的健康和状态成为粉丝关心的焦点 粉丝不仅仅是关注他在赛场的表现 更是关心他的个人状态 期待他在更多领域发光 在看王楚清和莎莎的互动 那个模仿对方转球拍的动作 粉丝心里都能回味几天 这些互动不仅让人感受到他们的默契 更让粉丝看到了运动员在生活中那份可爱和自然 这种真实的互动可比娱乐圈那些营业要亲切得多 偶像光环背后的责任 运动员的多重身份 但是 偶像化并非只有甜蜜负担 对王楚清来说 肩上的责任随着流量的攀升已逐渐增加 除了每天高强度的训练 他还需要兼顾品牌代言 活动出席 甚至见面会这种圈粉场合 这无形中也让他的日程安排变得异常忙碌 而这种多重角色的转换 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运动员的另一面 他们不再只是运动员 也逐渐成为流量经济的一部分 甚至承担起了一些品牌代言和营销的责任 粉丝文化的新动向 关注健康 告别饭圈式追星 值得一提的是 王楚清和莎莎的粉丝们似乎已经不再局限于饭圈式追星 相比颜值崇拜 他们更多关注运动员的健康状态 譬如 莎莎的健康状况让粉丝们牵肠挂肚 每逢她有一点恢复的消息 评论区都会被祝福刷屏 这种更为理性的粉丝文化 恰恰也反映了年轻一代追星方式的变化 大家不再只是盲目崇拜 而是懂得了什么叫理性支持 甚至会主动为偶像的健康和未来发展发声 流量时代 运动员的未来在哪里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王楚清和莎莎的出圈说明 运动员不再仅仅是拿奖牌拼成绩 他们也可以由自己的流量地盘 而这种从竞技走向偶像的路径 恰恰展示了年轻一代对偶像文化的多元需求 他们欣赏真实 度假修饰的偶像 渴望与偶像建立起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 未来 这种运动员流量可能会带动更多品牌参与进来 为体育圈带来更多元的发展机会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流量也会带来相应的压力和挑战 如何平衡竞技与偶像化的双重角色 将是王楚清和莎莎们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总结 从巴黎奥业会之后 王楚清和莎莎用真实的魅力和高超的球技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他们的素颜流量让人耳目一新 而这种偶像化的趋势 也为未来更多运动员提供了可能性 他们不仅仅是赛场上的英雄 更是粉丝生活中的朋友 这种情感纽带和偶像化潜力 或许正是未来运动员经济发展的新方向 王楚清悄然赴荣诚 手机屏幕意外直播影热议 近日 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楚清的一举移动 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位备受瞩目的运动员 在从北京前往福州的旅途中 意外地通过未设防规模的手机屏幕 向外界展示了他忙碌而真实的一面 王楚清 这位年仅23岁的乒乓球天才 曾在巴黎奥运会上大放异彩 与队友孙颖沙搭档夺得混双冠军 为国拼在天一金 在随后的比赛中 他的单打表现却出现了波动 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对于王楚清的退赛决定 外界曾有过诸多猜测 有人认为他是因为输球后心情低落 无法面对公众 也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 王楚清与孙颖沙一样 自巴黎奥运会后边一直处于高强度的比赛状态 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因此 在一些含金量相对较低的比赛中选择退赛 也是出于对身体和心理健康的考虑 尽管王楚清在单打赛场上遭遇了一些挑战 但他在团体赛和男双比赛中的表现依然出色 这得益于他出色的团队合作精神 和与队友之间的默契配合 在混双比赛中 他与孙颖沙的搭档更是成为了国拼的一张王牌 此次王楚清前往福州的目的并未明确公布 但根据行程安排 他将在福州参加一系列活动 在出发前 他被粉丝拍到身穿黑色外套 黑色裤子 配戴黑色口罩 低调而神秘 下车后 他紧跟空姐步伐 身后还有一位疑似同行人员的身影 就在王楚清专注于回复手机消息时 他为设防规模的手机屏幕意外暴露了内容 这一举动让周围的粉丝惊讶不已 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调侃到这下好了 王楚清的私生活被全网直播了 也有粉丝表示理解明星也是人 也需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和时间 事实上 王楚清此次手机屏幕曝光事件 也引发了关于明星隐私权的讨论 在当今社会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明星的隐私权越来越难以保障 他们的私人形成 生活细节甚至情感状态 都可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在追求热度和关注度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尊重明星的隐私权和个人空间 回顾王楚清的成长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他背后的艰辛与付出 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乒乓球天赋的他 经过多年的刻苦训练和不懈努力 终于在国际赛场上展露头角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源于他对乒乓球的热爱 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以及不懈的努力 在光鲜亮丽的成绩背后 王楚清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作为公众人物 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外界的关注和评价 作为运动员 他需要不断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以保持竞技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他选择退赛进行休息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 在王楚清退赛期间 外界对他的质疑声逐渐平息 球迷们更希望他能好好休息并调整状态 期待他在未来的比赛中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球迷们的成熟与理性 也反映出他们对运动员健康的关注与理解 此次福州之行虽然具体活动安排尚未公布 但我们可以预见的是 王楚清将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在活动中与粉丝互动还是参加比赛展现技艺 他都将用自己的方式回馈支持他的球迷们 我们也应该看到王楚清在乒乓球领域的成就 不仅仅局限于比赛成绩 作为一位年轻的运动员 他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他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展现出了新时代青年的风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